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首先告诉大家空军花莲基地F16战机失联 最新的搜救进度 国防部长颜德发今天亲口表示 昨天在距离海岸约九里处 收到了失联战机F16战机黑盒子的讯号 今天呢 则是全面展开打捞作业 失联超过24小时国防部出动25架飞机 34艘舰艇抢救失联飞官 初步判定不排除空间迷上 战机起飞前操作正常 空中无线电也没回报 机械有问题 战机起飞爬升至7000尺 机械故障可能性较低 外界质疑难道是与飞官休息时间有关 那他在夜深之前是有休息吧 他至于有没有休息8个小时 我本人并不是非常清楚 因为我没有参与这次实时的实时调查 但是从记者会里面来讲 他确实这个飞行员确实有得到 足够的一个休息时间 国防部强调飞行员有得到足够休息时间 19号围请民间探测船 协助台东F51战机 打捞F16战机 只不过我国国防部忙着搜救 失联官兵立英头 共机又来了 7点一早共机再次进到西南空域 我国空军警戒驱离记录 10月高达39次 共机绕台夺达16天 中共举动也IP 美人性 记者综合报导 F12搜救任务持续进行当中 而现在陆军花防部官兵 更在岸边透过望远镜 来观察海上目前最新的搜救进度 10连超过24小时 国防部出动25架飞机 34艘舰艇 不停搜索任何相关线索 抢救10连的上校 蒋正志 国军18号在海面发现 游子金正石 并非战机燃料 如今又出现一线束光 发现F16黑盒子的讯号 并在海面发现疑似 战机蒙疲 目前国防部已委托 协助F51战机打捞作业的探勘船 奥戴利斯号 优先到花莲职员抢搜 但究竟为何会出事 国防部初步判定 不排除是空间迷向 并非机械故障 也不是过劳之情 旅游民休息8个小时 我本人并不是非常清楚 因为我没有参与 这次实时的实时调查 但是从记者会里面来讲 他确实 这个飞巡员 确实有得到足够的休息时间 家属19号上午搭乘 搜救直升机 前往实施海域 向蒋镇这喊话赶紧回家 空军副参谋总长等人 也持续坐镇 我军出动海空加强抢搜 不放弃一丝希望 只盼早点寻得飞观身影 我们不放弃 所有的希望 要把蒋队长找回来 记者综合报道